大家好,我是永谦,乘风破浪有往之前聚焦现实深度思考和你一起感悟生活的点点滴滴 朋友们都知道了,在2022年的1月26日广东东莞的康华医院的一张联会聚餐的横图的图片在网络上流传 图片上写着,糊糊声为迎新年,手术室里全是钱 看到这个消息以后,我们很多的百姓可能感到震惊 又感到不奇怪 如果说感到震惊,就是这样一条赤裸裸的拜金主义的口号堂而皇之的挂在了民营医院的会议厅上 不奇怪的是什么呢? 因为几十年来在医疗教育住房上,被资本所裹挟的私有化市场的道路上的社会的扭曲观和现象多如流氓,已经见怪不怪了 在做本期视频过程中,结合李光满先生所发表的一些公开的文章,进行和大家共同的交流和分享 手术室里全是钱,和糊糊声微组合在一起,就会生动的向我们展现出了一幅当今医院现状的这种道德的图景 随后,医院在强大的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在公开说明信中称,说我们拜院的宗旨仍是苍生为念,厚德在一起 尽管做了解释,可糊糊声微的手术刀,和塞满了今天的手术室 何曾有那么一丁点苍生,何曾有一丝一毫的厚德呢? 古人称说,只求世上人无病,不怕驾上药生辰 古代的医者尚且知道,只愿世上无病人,不怕药柜落满灰尘 古人尊称大夫这个职业为玄壶济世,是救死夫伤 可是通过这个调幅的内容,而今天我们竟然能够如此赤裸裸 堂而皇之地打出手术事理权势前的大幅标语 可见金钱至上,一切为了金钱的思想意识 对我们医疗行业的从业者和社会集体的辅持有多么的深 对我们的灵魂的污染有多么的严重 所谓苍生违恋,所谓厚德载意 已经在赤裸裸的这个手术事理权势前的这个标语前面 已经沦为了一个笑话 同时也可以折射出有些医者在灵魂深处的耻辱的一面 这个消息爆出以后 有些网友说,手术事理权势前 这句话说了大实话,没有骗人 倒出了看病贵的实情 医护人员不能只看到做手术能挣钱 而应该看到手术里是患者沉甸甸的那些救命钱、血汗钱 要看到每台手术的医疗费都是患者的沉重负担 还有的网友评论说 病人到医院就诊 不仅要移至身体上的病痛 也要解除精神上的痛苦 不得不通过手术去挽救生命 他们的痛苦悲情可想而知 也就是说我们的病人 在那一时间的这个内心的深处是极其痛苦的 因为要救命 而在东莞康华医院的医护人员通过这个标语来看来 手术病人成了他们的裁员 乃至于在年总结大会上 兴高采烈的拉起了这个横幅 得瑟、炫耀、喜悦 完全无视了病人的痛苦与悲情 还有一点医德吗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金钱的获得 不能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来盯着这些患者的口袋里的钱 这已经背离了一个医者的初衷和目的 说到这里 其实上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上的每一个人 都要保持基本的功序良俗 保持基本的天理人伦 保持基本的道德底线 如果失去了这些 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 小到一个企业、一个家庭 乃至像康华医院的这家医院 如何能生存呢? 如何能维持呢? 如何能长治久安呢? 在这充满金钱欲 而不是救死夫伤精神的手术室 在塞满金钱 而不是医者人心的手术室 这些医者又如何能够心安理得呢? 我们知道 随着医疗市场化的东风 有很多的资本进入了医疗领域 给患者带来方便快捷的同时 也产生了一些严重的社会的矛盾 尤其是医患关系 把治病救人不放在了第一位 而是盯着患者口袋里的钱 也就是说 违背了一个从医人员的 这种神圣的职责 李光满说 在这个已经深陷金钱之中的社会 更可怕的恐怕还是我们 在这个社会上 人心不古和道德的沦散 我们社会对底层民众 对弱者 对百姓的冷漠 这两天让网民深感愤怒的 刘薛州被网爆致死事件 就让我们看到了 被资本控制的媒体 被资本控制的舆论平台 对一个15岁少年 进行无情的这种冷暴力攻击 一起杀死了一个纯真 纯净 充满爱心的少年 现在面对赤裸裸的 手术势理权势前的叫嚣 面对网络上 对一个孩子毫无道德心的冷暴力 面对我们社会道德底线的一些丧失 我们可能每个人都会喊出 救救医生 救救医院 救救媒体 救救我们吧 好了 本期视频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大家好 我是永乾 乘风破浪 勇往之前聚焦 现实深度思考 和你一起港湖生活的点点滴滴 在80年代末 90年代初春节拜年的时候 大家是否还记得 在出门之前 我们的父母往往的去叮嘱我们 见到经商的长辈 朋友或者亲戚的时候 一定要问候 恭喜发财 这四个字 当时我们也是抱着一种淳朴 或者说朴素羡慕的心情 给他们最好的祝福 表达了人们对财富可求的一种向往 包括一些媒体也常用这个恭喜发财来祝福 但是这个恭喜发财 您仔细想过没有 您在向别人祝贺恭喜发财的时候 其实上包含了两个含义 一个被恭贺的人的确是发了财 然后您用这种敬佩的心理 或者说是一种真诚的情感 来恭贺祝贺发财的长辈或者朋友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 你祝贺的对象没有发财 恭喜发财这个祝福 一时成了这个社会上很长一段时间使用频率比较高的一个词汇 这也体现了人对财富的一种追求 内心的一种真实的表露 人们对财富的追求不再遮遮掩掩 当然这是一种美好的祝福和愿望 那么当时说这个恭喜发财的时候 尤其在改革开放的初期 人们更多的是希望得到温饱 或者一些物质的丰富 人们都是发自内心的渴望 用一种喜庆的词汇 来驱逐这种贫穷的气息 这样的心情呢 我们说是每一个人在那个时代的一个共有的心情 人们在祝福的时候 找不到更恰适的词汇 所以用了恭喜发财 这样的祝福也仅是在祝福的层面 有很多的人呢 在这祝福下发了财 有些人呢 尽管说破了嘴皮子 仍然呢 还是处于温饱状态 并没有走上发财之路 在这种祝福和人们对这种财富 追逐的这个理想之下 希望你也发财 他也发财 我也发财 那么随着资本的介入呢 助推了这个各个阶层对财富的追求 使发财梦呢 成为每一个普通人的最高领下 大家在这种普遍的认识和意识下 金钱至上 有了钱就有了一切 用金钱财富 作为衡量人成功与否的一个 标准 在一段时间内 非常的盛行 但是你恭喜我 我恭喜你 大家互相恭喜的时候 就造成了人们一种潜意识的认识 人活着的一个最终的目的 就是要发财 赚取更多的财富 就导致了在一些道德层面的这种严重的缺失 那么在恭喜发财最初几年成为人们 过年的时候相互祝愿的词语之后 用的频率要较当初少得多了 经过改革采放四十几年的发展 人们逐渐的从自己的生存状况中 逐步的醒悟和明白了 虽然我们都有一种发财的愿望 本身也就停留在愿望上 有些人确实发了大财 有些人呢 确实还是没有富裕起来 也就是说 你恭喜也好 不恭喜也罢 有门路 有平台 或者说有些权利的人 在这些年的发展过程中 积累起了巨大的财富 而那些没有门路 没有平台 没有权利 你再怎么说 恭喜发财 也没有什么用处 对吧 你还得是 这个通过辛勤的劳动 换取社会的财富 人们呢 对这个恭喜发财呢 就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人们也慢慢的看到了 积累起巨大财富的这些人 让人们羡慕的这些人 或者说你曾经祝福过 他们发财的人 都是怎么发财的呢 这些手段 令人养花缭乱 有些人呢 是通过自己经商 办厂 办实业 慢慢发展起来的 有些人呢 就是靠这种不正当的手段 把国有的变成私有的 而且发了大财 富可帝国 利用不正当的手段 据连巨大财富的这些人 就引起了人们的一些厌恶 反感 所以说就形成了 仇富两个字 后来老百姓逐渐的 在这里思考到了 这里边的真谛 人们仇的不是富 说你发财了 拥有了巨大财富 而是仇的那些人 致富的非法手段 让人们质疑 诟病 大家互相的祝福 恭喜发财的这个本意 如果朋友们细细思考的时候 也就是说 普通百姓对财富的一种理解的 一种升华 从原来祝福别人发财 就是先让你富起来 让你富起来以后 帮着这些没有发财 没有富起来的人 共同富裕 就是说 在这种互相恭喜的过程中 互相祝福的过程中 上升到了一种什么呀 对共同富裕的一种追求 这是一种理论现实 和民心的一种再次升华 是人们对社会发展的 一种新的诉求 也就是说 对过往历史的 发展状况的一种深刻的反思 这些财富 这些改革的红利 为什么被一些少数人占有 那么说到这个共同富裕 也许呢 有共同发财的含义 那就是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共同的生活 在比较的富裕的这个环境之中 都处在共同富裕的状态之中 而不是在生活中紧紧巴巴 扣扣托托托的样子 在这个过程中 拥有一定数量的钱财 是必要的 但重要的是 拥有这些钱财以后 它的目的 就是使我们达到小康的生活 更多的是呢 提高生活的质量 也就是说 共同富裕 不是让大家成为那些拥有 很多财富 很有钱的这些土财主 只知道去赚更多的钱 像个手台奴一样 而没有提高生活质量的追求 就是让人们拥有了一定的财富的同时 提高生活质量 但是呢 我们也不要忘记 我们优良的传统就是勤俭 当然有了钱呢 你就可以提高生活质量 但更高的质量的生活 并不只是有钱就可以得到 更高质量的生活 在现实中 往往需要人们在精神境界上的一种丰富和提升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胡茂仁教授 曾经有过观点 他说呀 更高质量的生活 生活不仅只是在物质层面 与精神层面的享有 他也包括了人们用自己的钱财 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奉献 改善人们生活的各种环境与氛围 人们生活的美好 也不是只用钱财可以买到的 同样 美好生活不是奢华 不是一味的享受物质财富 更不是灯红酒绿 酒池肉林 这样的状态也绝不是共同富裕的目标 今天我们从公企发财 聊到了共同富裕 也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个新的诉求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